看香港人今天這麼辛苦 也驗證了中國所答應的一國兩制 50年不變已經大大的改變 引起香港人非常大的恐慌跟恍唐 所以我們更要堅守台灣的自由民主 我們挺香港 為香港人加油 我還是在呼籲韓市長 用心守住高雄的疫情 尤其是行政首長 更要以身作折 守住地方 守住崗位 何況高雄市政府要補助5000多萬 我們兩天就照準 像從上個禮拜準了 到今天都還沒有來領款 而首長又到處跑 話還亂講 真的令人遺憾 也無異議登革熱病情的防止 郭董事長看過我在當台北縣長時候的青年效力 遠在朱立倫之上 都是他公開肯定並抨擊朱立倫當市長 現在要選舉了 郭董事長不要 越講越離譜 這樣不好 蔡政府一直為國人減稅 今年五月納稅時 大家發覺減稅那麼多都超有感 如果要照郭董事長所開的支票 那要上照的金會會大大加稅 你願意嗎 繼續衝 繼續拼 國家繼續向前進